暂时看上去的油就不算好多 而且这一块隔开来的绿豆也够多 下面姜藏奶好薑 我是喜欢姜藏奶也是相比较的 够热的但甜多了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早晨 今天是星期三 现在早晨8点半都未够 今集影片就和以往一样 我一个人来拍视 帮观众找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今天会找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前面 在周满里面的商喜大厦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因为那里很近 黎湾路 找完商喜大厦之后 我就会过去黎湾路幸福新村 对面刚好被巴士遮住 这里叫汉庭酒店 前几天我不是和老婆去到斗门 到斗门就是住这个牌子的酒店 我是第一次住的 住在A游也挺好的 因为 住酒店 我认为最重要是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干净 这个没得谈的 一定一定是要的 第二个就是近旅游的地点 当时我们住的 是用了两百元不到 而至于面前这里 就是这个价钱 商床房381元 这里是很近荔枝湾聪的 如果大家是要回到这里游玩 选一间酒店住 其实这里也好 而且荔枝湾聪有一个 不知算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离地铁站 其实有点远 但是这一个酒店 刚刚好往前走 就已经可以去得到 中山八路地铁站 地铁5号线 如果在这个方向 继续往前走 用差不多的时间 就可以去到中山七路 即是陈家子那里 唯一一个 可能不是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近马路面 如果你分配了房间 是近马路面的话 就可能会比较吵炒的 价格是300多元 我觉得又可以 附近酒店也不太贵 这间算价比较高 接下来我们进去周满 我们会在这里游去 我和以往一样 都还没吃早餐 我会先进去吃早餐 可能喝茶不出奇的 如果不是喝茶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试一下的 牛腩粉传统奶粉 牛扎牛三声湯 林师傅 做了很多很多年 我未试过 因为为什么我知道 他做了很多年 以前我在黎湾路上班的时候 有时候坐那些小巴 去中山百路坐巴士的话 是会经过他这儿的 当时已经见他们在 不过就是想喝茶多些 走一走再说 来到大家看看附近的楼价 好像这里都看过了 不过楼价这些东西经常变 中山百路258万 我们不要说总价 总之就是差不多4万元一平方米 应该谈的时候还可以斩价 这个周末小区世界是3万5千元一平方米 应该是没有电梯的 没错了 这个单价高一点 这个是有电梯的 要成300万 下面这个都是没有电梯 都要4万 看来这里附近楼价都不停 附近好学校有不少 不一一世数很多 早几天和同学聊天 聊天 就讲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做什么呢 上面写着水厂 还是繁体字 其实就是一些年轻人 二十多三十岁 十多岁那些 在里面打枕 在这里吃点东西 喝点檸檬茶 超便宜的价格 不过我知道我们的观众 可能未必会是 来这里的客源 但也带大家看看价钱 这里是没有写价钱的 这里 柠檬茶 大家看看多少钱 不好意思 也是没有写价钱的 但怎样都好 它们的价格是并不昂贵的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 当然是下班 又有牛角包 也要二十多元 让我还说它便宜一点 但是这些小食 就是九元九 很适合一班朋友 三五千多 过来这里 打凉 吃点东西 有点像什么呢 以前 我们小时候 在士多店门口坐 然后喝一瓶沙士汽水 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 以前只是喝水喝东西 没有其他活动 现在坐在里面 可以打玩游戏 玩游戏 到这里就要认清楚路 我和老婆常常都会认错 在这个方向过去 是会过去环翠园小学那边 我们会继续往前走 因为之前来周门 都是和老婆离居多 来过一两次 今天早上过来周门 走一下 看看街道的实况 这里进去市场 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 而且不是买东西 我就没必要进去市场 而闹这儿叫东方街市 其实通常 可能都会叫周门市场 好像里面 都是会有周门市场 还有大家看到路牌 写着石路基 再来以前 我不是说 经常坐小巴经过这里 对面还有小巴站 413 如果各位观众回来 是很有兴致 要坐巴士的话 那个巴士只需要1元 那么大把 但是鲜路就不算很密 很密 那种的 不会说密到 很快就有一班 但是呢 可以去到陈家子 和中山八路地铁站 那种感觉 比起前几天 我带大家去到凤凰新村那边的屋 我觉得这里的屋 居住环境比那里还要好 因为呢 大家看看路又够阔 另外呢 住的那些楼 密度又不算很高 附近市场又够多 当然沙远市场也很大 交通还算很方便 如果不是想喝茶 我真的想试试这间 想试很久 鱼蛋粉也是10元 超值得吃的 说了很久 我记得我第一次进来周门拍摄的时候 已经开始留意她 我说小刚啊 继续往前走 如果在周门找不到喝茶的地方 可能会回到出去黎湾路 那里就多了 我记得连幸福新村门口 都已经有喝茶了 慢慢走再说 あと参加热 都没了 тру浪 是 啊 去巧 奶 来到现在已经是木棉花开的季节了 早一两个星期都大家看过了 有些木棉花已经开了 我说在这里穿过去 我记得前边往右转有个茶楼 我先过去看一看 我记错了 因为是走到尽头那间 是之前跟老婆去吃湛江鸡的 湛江鸡的故事很好 但是她是没得喝茶的 不要紧了 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过去 因为在前边往右转就可以出回到 去接让黎湾路的方向 很多东西吃 黎湾路不会没东西吃 这里我又感到比较异奥 周门应该是很多茶楼 喝茶的地方才是 因为住在这里也是老街坊比较多 一早出来打一下羽毛球神运 又要带一下孙仔上学 挺开心的 来到这里除了我们先头经过的东方市场 还有很多这些小超市 可以买菜方便 其实我很喜欢这种 时间八点三十八分 很多人趕着上班 在这里又近地的站是挺方便的 现前这样 我估计这里应该是比较接近西区 已经有家装电梯 但是屋肯定都是八九十年代那种风格 有小区管理 即是有一个闸闸 起码都 这里比较奇怪的是 很多收车的地方 还有停车都很方便 自从驾车之后 我是很在意这一件事 因为在广州停车是很麻烦 虽然我们的观众 应该没什么可能 会驾车回来的了 记得很久之前 也有观众说过 因为现在港车北上澳车北上 他们都可以来到广州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如果你真的驾车来到广州的话 最好不要考虑将车驾车 入城中心、市中心、老城区 你会很痛苦的 路已经算是很阔很阔的了 有些路 比如说西华路那些 实在不合适的 最好的方法是开到去南斩 又或者是方村 那些地方停车是超便宜的 对面也有地产中介 过去看看 就是这里 左上角中山百路185万 然后左下角麗湾路 大概也有80平方米 麗湾路性价比高 不过当然要看看是什么 它应该已经是装修好的 225万 3万元不到 再来右上角看看租盘 周满西街 我现在身后便是1800元 20平方米 电梯单房 应该不知道 是劏房的 香港的劏房只有一张床 这些都会大一点 至于下面那些便贵一点 4000多元 面积大一点 这边呢 麗湾路95号大远 大概方位 不知在哪 都要去到36000元 这个重要了 观众应该很想知道 这个商喜大厦 两室一厅 386万 47000元一平方米 4梯15户 应该都是很大的 2001年落成的 我没记错 那时候应该是SARS 如果那时候 有钱在手 既敢入手买 就真的性价比高 不过都已经过去了 这么多年 确实当时我有一个同事 就是 刚好在那段时间 SARS之前 卖了旧屋 因为他想换屋 新屋又未到 又未要付钱的时候 接着就SARS 接着就SARS 还静了不少 看见他的生活挺开心 在我现在左手边前面 有个叫 修满传统烛星链 在丽湾上班 有一段时间 都会进来这儿找一下好东西 当时也在这里吃过 竹星链 早半年前左右 我曾经来过 那一次吃过之后 又不是这么 惊为天人 有观众就跟证我 他说 不是这间 应该是在前面那间 我们现在就在前面那间 就是在这里出去的 在以前的话 我经常留言 在这里附近的时候 这里还有一个石油器 我们广州会叫煤气的地方 就在这里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 拿着一个钢瓶过来 这里进入的 就是这里了 现在应该已经没有了 但是部门还在 但是它的性质应该已经变了 对面还有 换了一个对面 可能我记错了位置 都没有人用那种石油器瓶 香港观众可能不太知道 就是一个罐 降屏 接着如果一些打煲的铺 就会放在下面 随之而来 这里变成有很多科创园 就是什么呢 就是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这里我还记得 很久之前 我的车刚刚落地 还未开始很懂得 找地方充电 我曾经来过一次 就是这里充电的 都挺方便的 还有这里附近 洗车各种都挺好的 我们继续会往前走 应该前边就是商气发源 我的印象也是记得到的 就在前边 至于这几个位置 就是我之前所说的 那个畜生面铺的地方 云吞面铺的地方 但我实在真的忘记哪个位置 有观众就说过 我说是这几格的 但是现在这里又变成了 这个叫原味美食 那就是不是 对不对 但是看上去里面 都挺阔落的 应该都是吃早餐的地方 商气发源 我估计 应该是这一栋 我估计而已 我估计而已 那就看看是否 对不对 我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记得以前 有时候坐那个小巴 是会在这里附近的一个站 至于面前 这就是商气发源 先头也带大家 看过它的楼价 確实不便 事实上在附近来说 它又真是挺好的 有阔落大阳台 方便走过去陈佳子坐地铁 又不会搞到很远很远 相信我的答案 观众应该满足得到 现在我去先吃早餐 我计划去幸福新村门口 那里有一间茶楼 叫老广记 我忘记了名字了 去那里喝早茶 如果万一那里 是没得喝茶的话 我就会过去西华路 西华路就绝对不会没有食物 大家也放心 因为可能很多观众 对这附近 始终都不像我们 长期在这里生活过 住过这么熟悉 在前面一直走 就是很多餐厅的地方 在周满反而不多 大家刚才都看到的 那些小食店 那些小食店 云吞麵店 要坐下喝茶 那里多 很多人都在这儿 要看小食店 那里多多可不得到 这辈子 要看小食店 咯 50平方米,185万元 37,000元一平方米 周满街更便宜 但它这个是9楼无电梯 4万元一平方米 还有这个银建小区 彩虹桥四地铁站汇聚 在哪个位置呢? 不像3万元一平方米 但应该都是无电梯的 现在就来到洞滚小西关的门口 我刚才所说,这里有多东西吃 就是这样 我只是说喝茶而已 第一,这里有武林厨神 将镜头一转过对面 又有东湖酒楼 然后在这个位置 亦是有一些喝茶的 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叫做军汇 我记得在这里进去 这个位置进去 都是有不少的 如果继续往前走 就是幸福新村 我先去那里门口看看 如果最后全部都找不到 我就会过东湖酒楼喝早茶 就是这里了 我已经留意了这个地方喝茶很久了 都是那种打折茶楼 它这里是八五折就觉得 不要管它了,试试再说 我就进去茶楼这里了 因为可能已经过了九点钟 我来得晚了 黑人并不算太多 坐下也算舒服 但就不是那种刚刚新装 这种茶楼 再次规认过他们的名字 叫做好广味 小点六元 精点二十五元 茶位是六元一位 然后打完折过 八折差不多了 除了喝茶 应该这里当然会有凡事 但凡事那些餐 我就不说了 主要是喝茶吃点心 整个的喝茶 我们点开那几味 虽然不好吃 但是又过于腹躁 我就想点点点 有创意点 有生意点 他们这里又有鸿吞面 我没理由来这里吃鸿吞面 还有生炒糯米饭 这个可以考虑 然后香煎咸肉粽 这个我一定要叫一个 因为有这个和这个 我都是想来想去要这个 然后揭过来这边 还有这个 它的主食是挺特别的 还有酥皮姜壮奶 那么有趣 我就想点这个 至于这边这些 就是平时我们喝茶 都会吃开那些东西 就一一细嫂 石磨猪腸 是的 他们肠粉我都知道是挺好的 不过又肠粉来好 点心茶榴 不必 所以我会叫一个这样的 酥皮姜壮奶 嗯 至于虾饺 烧米 这些就不点了 如果它没有 我就可能会点一个这个 这个平后点 我的食物就到了 就是这个叫 香煎咸肉粽 原价是16元的 打完折 大概12-13元左右 我是很喜欢吃煎粽的 但是呢 已经越来越难 找得回 吃得好 而且事实上 它对健康不是太好 又有肿 又有肿 已经在之 今早我老婆 就跟我说 上司 哪里我不说 买了肿 不好吃 究竟这个好不好吃呢 暂时看上去 油就不算很多 而且这一块 夹来 绿豆也够多 我喜欢吃的 是切薄片 而不是这样 三分切开 但问题也不太大 好吃 意料之外 很好吃 有可能这块 因为绿豆比较多 是比较軟 但是呢 真的挺好 它的肥猪肉 也不算太多 但是又有 或者叫花肉 不要叫肥猪肉 它是没有再加鸡蛋煎的 其实我认为 好吃的应该加少鸡蛋煎 不过呢 有时候加鸡蛋煎 因为它不会煮 很多 因为一只蛋一只肿 搞得很出事 好像蛋比较多 因为是轻轻包着肿 我吃过那些就不是 是 是比较多 这个就不会 起来一只肿 挺新鲜 今早老婆说 早前买的那种 不好吃的那种 有油翼味 慢慢吃到有花肉 那部分呢 有些油香味 是真的挺好的 这个 嗯 豆呢 一定要煮到烂了 像这些这样 才好吃 煎种呢 还有一个我喜欢的地方 就是有点脆 好像这些这样 这些就是脆 中间这部分糯米 就开始越来越多了 试一下这个 嗯 真的挺好 这些脆的部分呢 恰到好处 不要多又不会少 有时候太多又不好 硬的 这种很难吃的 太少了吗 不错 我吃鸡蛋做什么 不然要裹整种 是吧 很脆 那些 很薄的那些 哇 真是棒 那些花肉呢 就不感太多了 嗯 我通常都会夹开它 看自己吧 这里 始终受热过 它那些 肥膏呢 脂肪呢 是会入到肿肉 已经够了 就不需要太多了 而且不算很散 这些已经是最散的 夹起来 好像要用碗筆饭 就像下面这部分 就不好的 就像这些 这样的 并不太多 好吃 这些煎种 我已经很久没吃过 这么漂亮的煎种 试试这部分 糯米比较高 还有呢 在里面的厅 客人会更多 这里有人少一点 为什么 很大 先头我吃到得咸蛋黄 我以为是咸蛋黄 咦 照这样看来 咸蛋黄又没有下 只有花肉和绿豆 都挺好的 不过如果喝咸蛋黄 就更好 但是呢 对身体 又更高的要求 哇 最后一个点心就到了 这个呢 就叫做 酥皮姜壮奶 这里还写着毒创 还写着毒创 试试 这样的可以吃 那为什么我点这两款点心呢 因为一来真的不是经常吃的 第二呢 它 嗯 嗯 预济的可能性呢 就不算很高 即使是预济也好 都很不简单 试试这个先 哇 弄得烂了 下面姜壮奶 但是很薄 我是喜欢姜壮奶 都是双皮奶的 嗯 够热的 但是甜多了一点 但是总体来说 都是好吃的 嗯 再来呢 至于酥皮呢 很老实说 不是我吃过最好的酥皮 汤里面的酥皮 但是也要考虑价钱 原价只需要16元 不是19元 你还想怎样呢 只是姜壮奶 不是 只是姜壮奶 都已经值得了 嗯 甜 是肯定够甜的 而且如果是 只是吃一个 这个甜品的话 可能会甜一点 但是如果喝茶 那就叫小朋友 挺好的 不知道大家如何吃这个酥皮 通常都是大家在大大会 那些茶餐厅里面 就有的 嗯 这个酥皮呢 其实 不是我们 经常去吃西餐那种酥皮 严格上 就真是我们广州酥皮包 那种酥皮 它呢 是 不会很硬的 嗯 嗯 还有 嗯 有面粉 那些放在里面 平时吃的酥皮包 是一模一样的 嗯 19元 我又吃饱饱了 最终埋单 大家猜猜几千 好吃 只要给38元 85折 挺好的 那它原来我刚才坐那里 茶黄厅 就是右手边 这里 客人就并不太多 但是呢 香港观众可能不太喜欢 这边是不吃饱的 这边是吃饱的 这边是超级多人 那所以 如果是 都要找一个缺点的话呢 里面 装修不算太新正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缺点 我认为 那个酥皮 姜壮奶 18元 还未打折 真是超划 那至于现在呢 我们就进来 幸福生村 走一走 这道路就不是很大 我记得 因为曾经有一次 帮观众找过它 在这里住过的地方 但是很遗憾 就是找不到 因为里面那些门炮码 是会比较混乱 还有这里里面那些屋 就不算很新的 甚至乎比前几天 我们去到沙苑附近那些 以前工业宿舍那些地方 是还要旧的 小量的屋 是有家装电梯 讲清楚 是极小量 在镜头正前方 的右面出去 就已经是泪湾路 外面是车流 这里里面 就突然间变得很安静 跟我们去过几个小区 一样大型一点的小区 这道停车 都是很方便的 大家看看 停到不要阻挡人 就可以了 那有没有管地 我猜应该没有 因为如果有的话 他会有保安哥哥出来 收钱 又或者认回你的车牌 是这样的 那是没有的 这道菜 这里除了我们先头的餐厅以外 这里还有一个很出名的 就是佛有缘 由右旺左读的 吃素食的素食餐馆 做了很多年 如果在我心目中 以前 小时候去过菜根香 就已经没有了 那现在所值无几 两到三间 比较便宜的 就是这里 另外一个就是 牛奶厂街门口 那里 还有一个很贵 就是要回到大佛寺 那里是很贵的 这里进去是挖头路 我就不走 但是这里写着 幸福新村54 56 58 62 64 记得我上次 要帮观众找那个屋 是不是这里 我都已经忘记了 左边的屋 就更新 右边的屋 就有少少五六十年代的感觉 相信里面的结构 都会比较旧的 但是在这里 树木是多少 而且住在一楼的住户 都有不少 这里 好像应该会准备 有翻身工程排水管 不知道啊 我记得我上次是有进过来这里 左边这些屋 有些还是用 木的窗 是这样的 面前这些 这些 真是小过去见到那种 那种旧屋 就是这种感觉的 很旧 就是旧不过西关那些 这些 而且呢 上面应该还有人居住的 里面呢 四通八达的 有些 又有个凉亭 这里 住的人比较多 因为房道网全部铺满 大家看看这里 就已经见到有家庄前提 还有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河濟工药厂 就在这里后面 但是我曾经有几次都想过去看看 但是我找不到入口 最初我以为在这里走过去 真的走过一次 但是找不到 这房子真的有人居住 上边有叔叔在喝茶 在享受茶 包括下面这些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会有很多车停住 没有人住停在车 做什麽 不过这个应该真的放 因为它这样套住 不是经常开放 可能都是居民自己的车 树木是够多的 虽然屋真的够些 但是都应该住起来 不会太容易 因为广州最担心这件事 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很辛苦 尤其住楼上那些 即是最顶层那里 是很辛苦的 那还好 所以说那是现在 我们修理了 下来 有国优优独播 再次吃小细唇 这 Panel 好 无论 下来 即将有个啤酒 我们先走 再来 我们支持 好 这里面简单给大家看过 我现在会出到外面走向黎湾路 具体位置对面面前的路就是黎湾路 往左转的话会去得到西华路 如果一直走一直走是会去到陈家子里的站 往右转就回到中山七路的方向 如果去到农云新年期间的时候 这里面前是会有花市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集 我认为除了西湖花市 我觉得最开心就是来到这个花市 热闹和多有人情味 我始终都是黎湾区 然后对面就是黎湾体育馆 应该这样叫吧 如果在镜头的正前方一直往前走 就已经去到我经常会去的农云路 农云路市场 那是很方便的 在这里住的话 还有这里就是宣流我去吃饭的地方 在居民楼下面的 这边就是车来车往嘻嘻样样的黎湾路 之前农云新年的时候 我这里有个银记奖品 新开的 这边上次来还没开 说回上次农云新年 上次农云新年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蛋撻店 当时都差点想买的 就是这个加乐蛋撻店 出品是挺好的 今天吃到这么饱就不买了 下次各位观众经过 有机会可以回来试一下 我记得以前前面还有个鸿吞面店 我很记得名字 应该是幸福面店 可能因为在幸福新村里面 当时我老婆还在上面生一个女儿的时候 医生说要等很久 我走来吃了鸿吞面 当时又是来这里的 吃了鸿吞面 很开心 好 简单看过幸福面店 我们会走那条路 出去陈家寺广场 也带大家去看看 那里是很多工艺品 卖的 价钱我不看 因为工艺品 每个人的心头都不同 所以价格都不同 我们先去看看 我们先去看看 这条路叫做陈家寺道 这条路叫做陈家寺道 在我右手边先留所说的例体 即是荔湾区体育馆 这条路有什么体育呢 最主要是以前还有足球场 现在我看到正在弄 最大就是这个位置 现在打乒乓球 就是这条路 冰冰冰球 远毛球都可以学习 1680元 15堂货 兴趣班 然后精英班 2580元 都是15堂货 放暑假好 所以中国的冰冰球水平之高 是有原因的 中国的足球水平之低 也是有原因的 现在小刚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可以称之为 比较近市中心的手信街 正如先头所说 这些纪念品的东西 大家看心头好 对买就买 不对买就当然不买 在这里这条街 因为进去就是一层家子 一出来如果是跟团的话 就是它的后门 后门一出来 就可以看到很多 有几家卖 那些手信工艺品的地方 跟团游 导游最喜欢的 带来这些地方 没错了 就是这一堆了 上面 遇见广州老字号手信体验店 这些是一定要有 导游带进去才行 下面珠宝店断股 大家都未必会想进去 甚至可能里面 还会有人说货 大家买不买就见仅见智 正前方 这个小广场 还看到有黄花枫灵木 今天变冷 过多一两个星期 天气变热 就会借债 这里竟然是轻公集团做的 的卖手信 反而这个又有些信心 轻公集团 正前方一直去一直去 就是陈家智 在里面参观完之后 出回来 很方便 至于前几天 我们就带大家 去食粥的 就在镜头的正前方 但是要穿过一条 中山七路 就在对面 大家可以回到这边游玩的时候 就过去吃完美粥 然后就过来走陈家子 又或者走陈家子 才过去食粥 都可以的 这里是需要预约的 之前也看过 20元一位 性价比超高 这个是一个后门 正门在前面 在这里过去的 陈家子就是这里后门 通常也会称之为陈氏书院 很精彩 来到广州 没理由不进去看看 进去也会和大家讲一下历史 陈家子是建于1888年 光水14年的 是广东省七十二院 陈姓中亲 建的一个书院 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有很多广东省 广东省姓陈的子弟 来到省城考科举的时候 在这里住 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叫陈氏书院 简单来说 如果你想考取功名 又是姓陈的 又是广东人的 当时来到省城 始终也是省城 就在这里住 住在这里 因为这里 现在叫中山七路 以前不是叫中山七路 过去中山四路那边考试 广场又非常之大 平时就算不是进去参观 也有很多街坊市 问大主孙子 过来这里曬太阳 跑一下 放一下电 是挺好的 如果作为游客的话 当然来到广州 一定不可以错过这里 因为广州除了美食以外 如果说到旅游景点 是在市中心的 这个便无出其诱了 通路线也非常方便 这条路 我都已经不知和大家走过多少次了 前面就是陈家子地铁站 到农业新年的时候 这里还会有一些小市集 放一下 但是如果到夏天的时候 走这个广场 都会挺吃力的 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么晒 如果在镜头正前方 往右转过去 就会去得到中山百路 即是先流往你经过周本那里 如果往左转 那就会去得到中山路 西门口那个方向的 然后正前方 这里就是 早几天我们去吃煲仔粥那里 要过去很简单 第一 在那里过马路 又或者在这里 上去人行天桥 一落天桥就是土兴行 今集影片暗暗长长 跟大家讲了一集 各位观众 如果有你想去的地方的话 尽快留言给我 我会尽量集中在一起 下集见 各位观众帮忙分享这段影片 给你的朋友 或者帮我点个赞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